1942年11月的一天 一架来自苏联前往延安的飞机 停在了兰州机场 飞机上全都是来自苏联的药品 但因战时管制 需要得到放行许可命令才能起飞 一封以委员长侍从氏主任的名义的电报 发到了国民党兰州航空站的手中 随后这架飞机成功起飞 蒋介石得到报告 得知竟然是给延安送药品的 顿时火冒三丈 说出了名言 尿西匹 而这位侍从氏主任 正是当时的军统局长贺耀祖 之后这位军统局长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他又是如何在死后进入了八宝山公墓的呢 本期我们一起聊聊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 感兴趣的朋友们 不妨给老言点下关注 这样极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贺耀祖自贵延生于1889年的湖南宁乡 家境比较殷实 在六岁已经开始在家族学堂接受教育 十二岁的时候进入了著名的玉坛书院求学 1905年成功考入了湖南陆军小学第一期 1909年贺耀祖进入革命浪潮的中心武昌求学 进入了陆军第三中学 优异的成绩得到了清政府前往日本公费留学的资格 后进入了日本政务学校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 贺耀祖结识了为中国革命前途奔走的孙中山 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贺耀祖回国参加战斗 后1912年在黄鑫的帮助下 再次前往日本留学 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资仲科学系 1916年贺耀祖学成归国 在孙中山的授意下 前往湘军中任职 后率部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在战争中 贺耀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现 一路从团长提拔到师长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 贺耀祖前往投奔国民政府 由于之前和孙中山的关系 和先前的威靡 被蒋介石任命为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次师长 率领所部前往九江担任防务 当时中国国内军阀割据 若年来战乱不休 西方列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更是为所欲为 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中 国内的各方军阀势力 为了取得西方列强的支持 对于列强的暴行 纷纷敢怒不敢言 九江的英国贸易公司泰谷 银河等公司可扣工人工资 于是码头工人联合起来进行了罢工 贺耀祖为避免冲突 派遣人员前往调解修分 然而英国军舰强加干涉 使用武器将中国几名调解人员打成重伤 随后开始向北岸开炮 英国军舰派出了士兵登陆 贺耀祖见状立即组织了一个团的兵力 前往江岸拦截 最后激愤的工人市民数万人 直接冲进了九江英租界 英国军舰不得已只好退回租界 要求北伐军对租界治安负责 贺耀祖对于英国的行为十分愤慨 于是在同英国领事馆商量的同时 账告国民政府 要求向英国政府收回英租界 最后在贺耀祖的努力下 九江英租界巡捕和英国人员撤离租界 贺耀祖率领部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1928年春 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北伐 贺耀祖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三大军团总指挥 开始率部进军山东 成为了济南惨案中日纠纷的关键人物 1928年北伐军一路凯歌 为避免北伐军冰封 奉喜军阀张松昌率残部聚守济南 当时日本人以保护侨民为友 派遣军队开进济南 并且沿着青岛和交际铁路部署军队 阻止北伐军前进 5月3日日军寻幸杀死贺耀祖手下 一名路过日本警备区的士兵 贺耀祖立即组织部队两个营 向日军发动攻击 日军很快便归缩回去 当时北伐军在济南有数万兵力之中 完全可以将日军全部消灭 但是蒋介石担心引起国际冲突 命令济南周边各部对日军予以退让 1934年 贺耀祖被任命为中国驻土耳其外交特使 在此期间 他劝诫土耳其当局保持中立态度 放弃对德国的物资供应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 贺耀祖将自己在土耳其的所见所闻 及时报告给了国民政府 用来参考国际局势 在军统中为何大家叫戴老板 而不叫戴局长 因为在军统代理并非局长 只是担任副职 抗战爆发之后 贺耀祖被任命为兰州行员主任 兼甘肃省副主席 是国民党实打实的封疆大力 11月份被任命为防空司令 当时的兰州是苏联援助中国物资的必经之路 因此守在这个交通咽喉上 很自然是同苏联方面 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 贺耀祖从内心里抵触蒋介石 让外必先安逆的方针 反而对延安提出的 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进行全民族抗战主张 十分认可 1937年5月 延安向兰州派出了中共八路军办事处 代表为谢绝斋 谢绝斋同贺耀祖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 两人之间不仅是同乡 而且还是谢绝斋 给贺耀祖签的姻缘 贺耀祖的夫人倪文君 之前在南京的一个医院当护士 追求进步思想 然而不为人知的身份 则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谢绝斋的撮合下 两人结为抗力 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 谢绝斋和贺耀祖两人之间的往来频繁 身为封疆大力的贺耀祖 自然对自己的这位老乡兼媒人 在兰州的工作 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贺耀祖就职甘肃期间 曾以各种名义协助释放了 我党的红四方面军 刘蕊龙 魏传统等四名干部 和兰州监狱的许多政治犯 同时还向蒋介石申请 将关押在西安的红军战士释放 回去参加抗战 1938年贺耀祖被蒋介石从地方升到了中央 原因是当时的军统刚刚建立 需要一位局长 而这位局长必须是蒋介石信任的 同时在国民党中举足轻重 有一定的威望 当时的代理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已经实际负责起了军统的工作 但是代理私利前 没有建立相应的功绩 贸然授予高位 必将引起军统系统的其他人的不满 于是蒋介石便想找一名挂名局长 当时的贺耀祖非黄埔系出身 难以在军统中长期立足 掌握实权 而军统所缺的就是一名挂名局长 于是蒋介石几番思考之下 便将军统局长的宝座给了贺耀祖 副局长交给代理 贺耀祖当上局长之后 内心深处也清楚蒋介石的意思 于是在军统内部大量放权 基本上不过问军统内的事物 代理虽然能力很强 但是对于身为局长的贺耀祖 还是十分尊敬 在担任局长期间 贺耀祖利用自己的身份 给潜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打掩护 对于夫人的各种进步活动 更是积极支持 后来在贺耀祖的帮助下 经过多方努力 成功救出了多名 被特务关押的进步七年 1939年 贺耀祖被任命为苏联特使 但是由于在国联会议上 提出将苏联逐出国联的提案中 国民政府并没有支持苏联 选择弃权 因此苏联对于国民政府十分不满 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 开始大量减少 贺耀祖前往苏联后 进行了一番努力 但是依旧没能改变局势 回国之后 贺耀祖被任命为委员长 侍从事主任秘书长 有一年的夏天 蒋介石一如既往的午睡 也许是没有睡醒 草草看完两份文件之后 就数上了自己名字 交给贺耀祖前去办理 这两份文件 一份是承办一名独职官员的 一份是一位 侍从事工作人员的请假报告 贺耀祖仔细看了下批示 顿时一惊 蒋介石在请假的文件上 批示就地枪决 而在独职官员的文件上 批示准假一星期 贺耀祖看过两份材料后 发现那名官员的惩罚过于重了 但是他又无法对着蒋介石的面 指出他的错误 于是只好把请假的人 送到了军阀处牢房 等过一段时间解救 几天后 蒋介石照贺耀祖前来议事 当时蒋介石谈到形势逐渐好转 心情很好的时候 贺耀祖将两份报告呈上 并将自己的意见说了出来 蒋介石接过报告 顿时间感觉到自己错的 实在是太离谱了 立即签下命令 释放牢房中的侍从事工作人员 最后对赌制官员进行处罚 枪口下留了一命 1942年11月 在蒋介石得知贺耀祖下令 放行前往延安的飞机后 勃然大怒 直接免去了贺耀祖的职务 但是贺耀祖是国民党内部大佬 跟不少人都有不错的交情 蒋介石不好服了那么多人的情面 不得已值得重新任命他为重庆市市长 贺耀祖担任重庆市市长后 依旧难以和共产党切断联系 在重庆 贺耀祖没少给共产党提供帮助 蒋介石闻讯之后 对贺耀祖是又恨又爱 抗战结束后 蒋介石三次电邀毛主席 前往重庆洽谈和平事宜 1945年8月28日 毛主席协同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 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毛主席的坐机抵达重庆机场市 贺耀祖已经亲自在机场迎候 为了保障毛主席的安全 贺耀祖实行几次进行安全检查 不断加强安保措施 贺耀祖对于跟自己同乡的毛主席 早就十分敬佩 两人见面之后言谈甚欢 相互之间视为知己 为了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敬目 当天晚上 贺耀祖特邀毛主席 前往家中参加晚宴 晚宴结束后 贺耀祖安排了一场湖南同乡见面会 原本贺耀祖安排的只有十几个人参加 但是消息传开后 当晚竟有二三百的 湖南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 正是在贺耀祖的悉心安排之下 毛主席周总理一心人 在重庆期间 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安然无恙 最后全身而退 蒋介石通过重庆谈判赢得了策划内战的时间 于1946年6月发动了内战 已经厌倦战争 一心崇尚和平的荷药组对蒋介石失望透敌 毅然辞去了重庆市市长的职务 拒绝了蒋介石随后的任命 1947年 崇尚和平的荷药组加入了爱国民主组织 参与反内战 反独裁统治的运动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 为了给予蒋介石最后一击 讲应人民政府 荷药组在香港 同受到蒋介石打压的龙云 刘斐等人向全国通电起义 蒋介石得知后 十分震惊 大骂到 娘西匹 荷药组忘恩负义 顽固了党国这么多年的栽培 荷药组等人的起义通电 使得国民党军心更加溃散 对于当时败退中的蒋介石 打击甚大 难以忍受自己曾经无比信任的人 背叛自己 当即给军统特务下令 杀掉荷药组 荷药组其实在进行起义前 已经做好了慷慨就义的准备 他是一名军人 为了国家和民族 做了一件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算是死 也是死得其所 中共在香港地下党 已经得到了情报 对于国民党特务行动 已经有所警觉 周总理指示 在相关人员护送下 顺利到达了华北解放区 1949年冬到达北京 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设宴招待 在宴会上 周总理赞赏了贺药组几十年来 对国家人民做出的贡献 贺药组表示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能够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中国人民需要这样的政党 所以当面对民族大义的时候 什么都不重要了 建国后 贺药组被任命为 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 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和全国政协委员 还被选为第二 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委 1961年7月 在北京病逝 享年73岁 郭辉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药组是一位纯粹的爱国者 他一生所作所为都源于新系国家 从最初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 后来投身新中国建设 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因为近代中国遭遇了太多的列强压迫 他的一生致力于国家民族复兴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内容的朋友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